前玉璃政长龚文俊四年后再战玉璃政长 13号竞选总部成立大会是信心满满 包括了立法委员傅昆奇 国民党县党部主委张艺华 以及瑞穗乡长陈敬光等人 都前来现场站台立体 呼吁乡亲们集中选票 把耿直的龚文俊送进政公所 立委傅昆奇将竞选旗帜 交给玉璃政长候选人龚文俊代表要继续奋战 立拼选政长为民服务 这是龚文俊竞选总部的成立大会 傅昆奇高喊让龚文俊继续为玉璃服务 这么多年都是玉璃政的相亲在培养他 今天的龚文俊更加的成熟 更加的努力 更加的谦卑 现场不少贵宾前来祝贺 玉璃政代表会主席吕嘉怡 国民党县党部主委张一华 以及瑞雪乡长陈静光 等特地前往站台立挺 呼吁民众集中选票 把耿直的龚文俊送进政公所 当然国民党中央主发会副主委 兼华莲县党部主委 我亲自来拜访龚文俊 他开口闭口跟我谈的 都是玉璃政怎么建设 玉璃政他想做什么 玉璃政他有好多事情要做 他好想带领玉璃政 能够成为花莲南区重镇 龚文俊做人是不是很实在 是不是 这场竞选总部成立大会场面热络 灌溉云集 在地的重量级人士都到场 大家轮流上台至此力挺龚文俊 也把选战以来龚文俊的声望 推至最高点 记者高双双玉璃政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订阅